下一个问题是问文慧欣小姐的 网上有人匿名投诉说 其实你一直都有收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 但你没进行调查 请解释 我这个人向来黑白分明 如果投诉有理 我一定会严惩加害者 但另一方面 投诉跟指控是否属实 需要小心处理和分析衡量 否则对被投诉者不公平 投诉的内容只是 男方对他笑 还有一些合理的身体接触 原来投诉内容只是这些 所以我认为有错就要罚 没错的话 就要还梁主播一个清白 其实说到还梁主播清白 这一次MeToo事件 完全是因为一张照片 还有一个匿名举报引起的 George 你介不介意我把照片拿出来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个是你吧 对 那这个女生是 是电视部另一位主播 许小薇 看你们的亲密程度 其实很难不让人怀疑 存在性骚扰的成分 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所以有亲密行为 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一年 不过有底线 公司分明户 在公司我们从来没做过 公事以外的接触 那如果你们是情侣关系 又为什么会出现 性骚扰的投诉呢 我跟小薇聊过 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见过代比 没有 我们相信是有竞争者 想陷害SNK新闻 而故意制造谣言 我非常赞成George的说法 公司向来重视职场健康 你们有没有见过代比 没有啊 我们经过深入调查之后 所有员工都否认 受到性骚扰 证明我的处理 跟George的人品 都没问题 谢谢三位的接答 有没有见过代比 在除了什么 相信观众雪亮的眼睛 可以分出真和假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是刘烟 再见 代比 你刚才为什么 小薇 开门 小薇 你快开门哪 小薇